我们继续上次的进度 先帮大家暖身复习一下 来第一题很简单 我们上次讲到孙中山在1894年的夏威夷檀香山 成立了哪一个革命团体 左边还是右边是蓝色还是绿色 哪一个是他的logo呢 来答案是这个 新中会 新中会的logo长这样 来第二题我们也介绍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1912年的1月1号 成立于南京 那当时选出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谁呢 这两位你分得出谁是谁吗 来答案是左边这位100块的男主角 叫做孙中山 OK好快速复习完 我们要往前推进了 不过往前推进之前呢 老师先帮你预告一下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命运 可以说是很衰不顺 所以我们简单用两个字形容他 叫做坎坷 这两个字很重要 为什么 中华民国坎坷的命运 等于你学习的命运 你接下来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也会很坎坷 因为中华民国人生的大起大落 就很像是你学习上的大起大落 要记的东西 不少 有点复杂 有点辛苦 我们一起加油吧 OK 那我们正式开始吧 来首先 这不是一个圆 这是老师精心手绘的地图 他是中国 来中国在1912年 我们说陷入了南北分裂 我凭什么说1912年陷入南北分裂呢 一开始中国当时的领导人物 当时的统治者 没有错是大清帝国 OK 可是我们之前学到啊 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的爆发 接下来各省纷纷响应了 所以南方各省纷纷独立 隔一年1912年1月1号 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历史政府 好了 那这样是不是南北分裂了呢 北方有大清帝国政府还在 南边有一个新生的中华民国出现了 所以一北一南 这两个政府都一心想把对方消灭掉 如果你是大清帝国 当然希望 搞什么啊 兵变 南方各省不受控制 out of control 现在赶快调动军队啊 把他平定啊 把他消灭啊 对不对 我大清帝国立国200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一样 来一个杀一个 把你毁灭掉 这是大清帝国的想法 把你消灭掉 中华民国再见 陈东三不送 可是如果你是中华民国离区政府 你当然希望 耶革命万岁 继续由南沙到北 一路把大清帝国赶回他东北老家吧 再见 拜拜 大清帝国换我送你回家 所以两边的想法 当然各自想把各自消灭掉 可是谁有这个实力 当时谁有这个能耐啊 请记得 那个当时中国最强的男人 不是大清帝国的皇帝 也不是孙中山 答案是他 袁世凯 要在课本上 他的名字旁边 他的照片旁边打个星星哦 最好打五万颗星星 因为他真的非常重要 他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初年 明初的男主角 男一就是他 凭什么当男一 凭的是他的颜值吗 不是 凭的是他的实力 晚清末年 我必须跟你介绍 最强的战队 最现代化的军队 就叫北洋新军 北洋新军是自强运动改革后 全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军队了 还有最西式 最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操连 操演 他也有当时从德国进口来 最先进 最精良的武器装备 所以不管是软硬体 都是一流的 那这支北洋新军 有一半的兵力 都握在谁手上 就握在这个当时 中国最强的男人手上 所以我说他强 强在哪里 我说他强是因为他有兵力 而且还有当时 最现代化军队 一半以上的兵力 都听他号令 你甚至可以说 北洋新军根本就是原家军 那所以这时候他很重要啊 应该帮谁 他应该带着北洋新军帮谁 是要帮大清帝国服务吗 还是要帮革命党人 实现他们真正理想的中华民国呢 我应该帮谁 各位同学 这时候其实是什么 谈条件的时候了 谁能给我更好的条件 谁能让我觉得 Kimochi舒服 我就帮谁啊 所以大清帝国能够许原世凯的 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未来 皇帝你们没办法当啦 因为这是我大清帝国爱新觉罗的王朝嘛 但是我可以给你当什么 我可以给你当天下第二人 内阁总理大臣 保你升官 保你发财 OK 袁世凯你要不要 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能给我什么呢 我直接总统给你当啊 我孙中山可以下台啊 我可以把中华民国的第一人 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你啊 两个选项 如果你是袁世凯 你要选哪个选项 好 我们的袁世凯呢 选了这条路 带着我手头上强大的北洋新军 大清帝国 来下台啦 乖啦 不要抵抗了 好不好 这1912年2月12号 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 蒲仪 当时还是个宝宝 六岁而已 下台一起说 拜拜 大家我要回去玩游戏了 我要回去跟那些太监哥哥 继续打打闹闹了 我不玩了 在1912年 蒲仪宝宝退位 代表 袁世凯 帮忙中华民国把大清帝国拉下台 所以条件交换之下 没多久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 17票全员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所以袁世凯现在可以说是 主导民国政局发展的第一人啦 但是你要知道 孙中山国民党人一直觉得袁世凯野心勃勃啊 你有兵力 你有实力 所以你用条件交换得到了这个位置 你接下来会不会胡搞瞎搞 我很担心耶 我忧心忡忡耶 所以孙中山跟国民党人 当时制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 希望可以去牵制袁世凯 怎么牵制呢 第一招讲这样 颁布了 由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我们简称叫临时约法 OK 来我请你留意哦 临时约法的法律效力相当于今天的宪法 它可以说是国家根本大法 会规定国家的一个体制 在这套临时约法里面规定 规定当时的中华民国政体是内阁制 我不晓得你的公民学的如何 我这边简单的解释一下内阁制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如果中华民国当时的政体是内阁制 代表总统不可以欧北来 我要做任何的重大决定 都需要经过国会多数的通过 多数的同意 我才可以去做那件事 所以我是总统 可是我要做什么决定 都要经过国会的同意 所以国会比较大啊 对不对 既然国会比较大 国会谁最大 国会是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嘛 所以由人民选出来的多数党领袖 就代表多数的民意 就是当时在内阁制底下的天下第一人 所以内阁制你要晓得哦 总统给袁世凯当没关系啊 反正其实权力真的不在你手上啦 如果我们国家是内阁制 那国会最大多数党领袖最大 你总统袁世凯哎还好不会怎样 OK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通过了临时约法 把整个国家的政体改为内阁制 是借此去约束总统的权力 再第二招 你袁世凯本来是在清朝底下服务的一个大将 对不对 一个政治领袖 但是呢 你的老家是在北京 北洋新军的整个训练的基地也都是在北方 可是你要记得耶 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在哪里 在南京啊 所以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当我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麻烦你麻烦你南下到南京就任到南京即位 这一招的目的是什么 袁世凯的老巢在北方 我让你来到南京脱离你的势力范围 而南京是我革命党人的大本音 从你主场来到我的主场 就要看我的脸色咯 所以第二招是希望袁世凯能够摆脱他北方的旧势力范围 来到南京成为我革命党人可以控制的区域范围内 你就可以乖乖的不敢乱动了吧 可是我们袁世凯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你要知道耶 他不好骗耶 真的啦 他一个可以在晚清末年手握北洋新军绝大多数兵力的人物 他是个老练的政治人物 他是个头脑非常清楚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不理你啊 我就是不去南京就任 1913年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即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 什么意思你有看出袁世凯的大智慧了吗 第一个原本中国大家都很清楚世界各国都很清楚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大清帝国啊 然后大清帝国的首都就是在北京啊 所以我今天在北京就任代表我是大清帝国接下来的继承者 我是真正的中国继承人 请你们相信我 我是我是 再来第二个 世界各国都承认我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真的临时大总统哦 世界各国都跟我建交 都来祝贺我 所以这个动作也可以像中华民国 那些反对我 那些村中山的朋友们 我提醒你们世界各国是支持我的 好不好 我在北京就任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OK 所以村中山的两周 一周轻松的被袁世凯破戒了 那下一招他要怎么对付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呢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继续讲吧 先上到这边啦 拜拜 拜拜